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大学毕业季 一波又一波的聚会 餐厅的包房里 室友们都带着男朋友纷纷落座 将我这个唯一的单身狗挤在了中间 我一问才知道 他们是在我没回寝室的时候 研究带男朋友的 我单身,所以就没告诉我 菜还没上 他们的嘴却没闲着 我实在有些怀疑 他们的嘴里面是不是都装了磁铁 要不怎么一靠近就粘到一起了呢 我局促地坐在椅子上 左手摸着右手 受不了就低着头清了清嗓子 还挺奏效 六个人都齐刷刷地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时宜,我们都没拿你当外人 你也不会介意的吧 室友刘月捕着口红向我看过来 我咧着嘴扯出一个尴尬的微笑 怎么会介意呢 热恋中的情侣吗 理解理解 说完,我用只能自己听到的声音小声嘟囊 哪是没把我当外人啊 是根本就没把我当人 单身狗的命就不是命了 啊,刘月显然是没听清后面的话 伸着头将耳朵递了过来 没事,我说就当我是空气就行 你们随意和在自己家一样 听我说完 室友们都扑哧地笑出了声 室友的男友们更是忍住不笑 脸被憋得通红 时宜,我记得你从来没交过男朋友是吧 那太可惜了 你还没有体验过亲亲的快乐 这里我们可不能当成是自己家 那得是付费才能看的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对我打去 简直不亦乐乎 哎呀,你们注意一点 时宜还单纯着呢 别教坏了孩子 我们是四人寝 寝室大姐无忧平时跟我关系最好 此时她也使劲地抿着嘴 忍住不笑地为我主持公道 对了,时宜 我男朋友的兄弟还有担着的呢 哪天介绍给你呀 除了长得不太行以外 各方面都不错 家里特有钱 绝对能配得上你 长得好看没用 又不能当饭吃 真别说 我男朋友的兄弟也行 时宜 你先见这个刘月和丁宁抢了起来 他们两个起哄也就算了 无庸也跟着嫁如其中 时宜 我也有个合适的人选 就在这附近 她是个娇 我瞪了她一眼 她立刻憋住了声音 他们两个丝毫没注意到我表情的变化 正说得起劲 不停地给我介绍他们口中的优质男 活脱脱一个王婆转世 我低头一看 他们推过来的手机里男生的照片 忍住没把刚喝的一口快乐水喷出来 秃嘴 包牙 满脸湿豆 好看是不能当饭吃 但是也不能让我吃不进去饭啊 大姐伸的脖子看了一眼 美滋滋地把手机递过来 这也太 要不你还是看看我的吧 我气不打一处来 向她使了一个颜色 她立刻识相地把手收了回去 别了 谢谢大家好意 我有男朋友了 我闭着眼睛撒了谎 想赶紧结束这个话题 他们听完都凑了过来 一副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模样 谁呀 让她过来呗 我转头看着窗外 正巧马路中间正在执勤的交警 闯入了我的视野 我抬手指了指她的那个方向 忙着呢 过不来 室友瞪大了眼睛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时宜 那个穿制服的 我心虚地点了点头 刘悦 我靠 叮咛 我靠 无忧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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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悦和叮咛脸上露出了质疑的表情 盯着我问道 石宜 你不是在吹牛吧 当然不是了 快吃饭吧 菜都上来半天了 我下意识地回避她的目光 努力转移话题 却丝毫没起到作用 一群人又围着窗户看了好一会儿 石宜 一会儿咱们吃完饭 你带我们去见见呗 是有一场 我们怎么也得帮你参谋参谋呀 丁宁凑到我旁边 摇晃着我的胳膊 她工作忙 就别打扰她了 我将头埋进饭碗里 怕再多说错一个字 吃完饭 丁宁和刘悦果真不死心 拼命拉着我来到十字路口 我们的位置距离马路中间很近 近到我能清晰地 看到路中央交警 那清俊的长相 她鼻梁高挺 五官精致 身上的每一寸 都恰到好处地 长在我的审美上 再加上她伸手 指挥交通的帅气模样 让我像着魔了一般 心跳加快 室友将我往前拉 我却拼尽全力地往后退 就在这拉扯之间 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向我的方向瞥了一眼 然后很快地一开目光 时宜 她看你来 但是为什么看起来 好像跟你不熟似的 刘悦发出疑问 她看到人多 害羞 我胡扯着随便解释道 哦 那你自己去 告诉她我们等她执勤结束 不 要 根本不等我说话 我就已经被推到路上 实在没办法 我硬着头皮走到她面前 本来羞涩到左脚半右脚的我 在和她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仿佛立刻丧失了理智 你好 警察哥哥 我叫石仪 嗯 她看着我点了点头 麻烦问一下 亲你一下 算不算袭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心里的真实想法 还没过大脑 就从嘴里突噜了出来 说完我尴尬的直接原地窒息 她先是露出一丝惊讶 嘴角好似闪过向上的弧度 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随后冷冷开口 算 我壮着胆子继续说道 人民警察为人民 警察人民一条心 我指向斑马县尽头的室友们 我刚才和他们吹牛说 你是我男朋友 等一会儿你执勤结束 帮帮我可以吗 不然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拜托了 我祈求地看着她 还没等来答复 红绿灯就变了颜色 她直接一个转身 背对着我指挥起了交通 完了 她一定是没见过 比我更精神不好的精神病了 我捂着脸 回到室友旁边 找了一堆理由 应付了他们的盘问 除了吴优和她男朋友 其他人显然不信我说的 但是奈何每一个问题 我都应付得天衣无缝 他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们准备离开 刚走了几步 身后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时宜 是那个警察哥哥的声音 我转过身 室友们和他们的男朋友 也跟着我纷纷转过身 她走过来揉了揉我的头发 眼神深情又宠溺 老婆 刚才在执勤不能轻轻 现在可以了 室友都瞪大了眼睛 尤其是无忧 已经惊讶地面目扭曲 我的面子 瞬间全被找回来了 我仰着头向所有人介绍 这我男朋友 叫 则 这不给自己挖坑了吗 我还没问他叫什么 我磕磕巴巴地又重复一遍 叫 我叫傅安 多谢大家帮我照顾我女朋友 我长舒一口气 简直是救我一条狗命 哎哟 真是甜到酷 刘月和丁宁连声感叹 正常不过一分钟 他们神奇般的一口同声 是不是该亲亲了 亲什么亲 我一边向他们使眼色 一边比着虚的手势 这时傅安脱下了外套 盖在了我头上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钻了进来 我们的距离只有一寸 他呼出的热气 打在我的脸上 我瞪大眼睛看他 他没有向前 伸手握住我的后颈 将我的头靠在他的肩上 空气凝固 我平住了呼吸 除了外面传进来的刺耳的尖叫声 还有我如肋骨般急促的心跳声 就这样坚持了一会儿 我害羞地从衣服里钻了出来 叮咛撅着嘴对我说 切 躲起来亲 就太不够意思了 这是付费才能看的 说完我摸着滚烫的脸颊 钻到无忧身后 无忧侧着头小声提醒我 时宜 你现在整个人红得像个烤乳猪 不会是第一次接吻吧 我害怕暴露休难道 才不是 是地数不清多少次 无忧捂着嘴 笑得肩膀抖动 我是真想不明白 他怎么能比自己亲了还开心 好了 你们见一见了 咱们走吧 富安一会儿还有工作呢 我一边拉着室友们准备离开 一边和富安做出摆手的姿势 老婆 我下班了 一会儿没有工作 嗯 我愣在原地 显然不知道该怎么接后面的话 嗯 富安真诚地点了点头 嗯 什么 嗯 我这不是一问句好吗 我费尽心思 又为他想出来一个撤退的理由 啊 对 不好意思 我给忘了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约了朋友 那快点去吧 好好玩 老婆 我也没有约朋友啊 我彻底懵了 没明白他这是什么操作 无忧怼了我一下 悠悠说道 呆瓜 人家是想陪你看不出来啊 你 你才是呆瓜 他 我 我恼羞地怼了回去 吞吞吐吐 一时间解释不清楚 现在复杂的情况 刘月和丁宁 在一旁齐刷刷地捋着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哎呦 看你俩的腻外劲 那就跟我们一起去喝奶茶吧 哪里腻外啊 苍天啊 谁能懂我 傅安和我们一起去喝了奶茶 我自然被安排到和他坐在了一起 奶茶店没有大桌子 我们八个人围在一个小圆桌上 每个人都挨得很近 我左面挨着傅安 右面挨着无忧 我努力地往无忧这边靠 无忧却使劲地往我这边靠 把我和傅安紧紧地挤到了一起 我尴尬地偷偷看他的表情 却发现他正在看我 嘴角还挂着十分好看的弧度 我的天 哥哥杀我 我紧张地慌了神 双脚不自觉地在地上蹭来蹭去 等我回过神 发现手心也早已浮起一层薄汗 就当我拿指擦汗的时候 发现我的一挖指伤心率 已经飙升到180 短短一个小时 我的心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行 再待下去 恐怕得猝死在这 我疼了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 由于动作幅度太大 室友们的目光 齐刷刷地向我投了过来 我有事 先走一步 我迅速地拿起包 想趁着他们没反应过来 就逃离现场 刚迈一步 就被无忧扯住了衣服 只见大家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无忧关切地问道 什么事情啊 这么急 需不需要我们帮忙 不用 导师说我论文有个地方要修改 有点着急 我确实没有撒谎 我的论文导师是校里出了名的严苛 一个标点符号错了 都要被批斗一番 打回来重新检查再提交 更何况精益求精的他 遇到我这个不学无术的顽固子弟 也算是他职业生涯的一道坎了 据我听说 就因为收了我 他手边都时刻背着救星丸 以防不时秩序 事实上 他确实刚刚联系了我 但说的不是今天 而是周末让我去找他 那你快去吧 天这么晚了 我们就不陪你了 无忧的嗓音突然变得洪亮 好似不是在跟我说话 而是在特意说给旁人听 你们继续玩 我陪他就好了 富安边说边拿过我手里的包 揽着我的肩膀和大家告别 我实在没办法 只能微笑配合 就这样 我们一起离开了奶茶店 本来打算逃离富安的 我变成了一个人面对富安 为了避免尴尬交流 我放慢脚步 跟在富安身后 微风吹过 富安身上的香气 飘进我的鼻子里 我要说回我之前说过的男人都是臭的这句话 富安是香的 是春天新鲜且青涩的味道 是小雨过后刚发芽的青草味 我控制不住自己贪恋他身上的味道 以至于富安停下了脚步 我还没有发现 等回过神我才发现 我的额头已经要触碰到他的喉结了 喉结滚动 头顶上响起充满慈性且带着玩味的声音 是要装作不经意间的亲我吗 我的心机灵一下 随后立刻后退了一步 没有 我在想论文的事情 富安嘴角微勾 喉咙里溢出一声低笑 以后别吹牛了 好 谨记警察哥哥教会 我诚挚地点了点头 并做出保证 今天非常感谢了 我的室友脑回路都很清奇 让你见笑了 没关系 为人民服务 富安一边说 一边拿过我手里的手机 递到我面前 解锁 我听话地把手机解锁 等我再接过手机时 微信聊天框里多了一位新朋友 富安 富安与其温和 以后需要帮忙 可以提前联系我 那不需要帮忙呢 今天说话 真是一点不过脑子 想我也可以 富安勤着脾气 又不怀好意地笑 我的脸颊又开始泛起燥热 我是想说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什么时候有时间 还没等我说完 富安就把我的话抢了过去 周末 周末可以一起吃饭 好 我抿着唇点头 掩饰着内心的雀跃 我送你回家 富安的眼神好温柔 温柔地快要将我融化 全部吸进他的眸子里 我红着脸点了点头 肩并着肩 跟他走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 一步一步 踩着彼此的影子回家 富安将我送到了楼道里 电梯停在一楼 我转身跟他告别 他点了点头 我走进去按了楼层 就在电梯门快要闭合的时候 他打开了电梯门 将我拉了出来 拽到一旁的安全通道内 我靠在墙上 他距离我很近很近 静悄悄地楼道 让我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呼吸声 怎么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富安又靠近了我一鞋 腹下身将嘴唇凑到我耳边 粗重的喘息声 在空旷的空间里格外暧昧 舍不得你 还没来得及回应 富安已经渐渐向我的嘴唇靠近 我的心跳开始砰砰加速 但好在还尚存一丝理智 我将双手撑在他的身前 你不说亲你算洗颈吗 他默地笑了起来 暧昧非常 转瞬间轻柔冰凉地吻 落在我的额头上 我亲你不算 我太完蛋了 本该趁机拿下他 我却脑袋一昏 直接推开他从楼梯 跑回了家 之前上三楼都气喘吁吁的 当代青年 如今一口气上十二楼 都不用歇一歇 真是比吃了盖中盖 还管用得多 石仪 你怎么这么笨啊 躲在门后面的我 肠子都快毁清了 从那天起 我开始数着时间过日子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期待着和福安的再次见面 终于快到了约定的时间 我提前一天 开始准备见面的衣服和妆容 却怎么都挑不出满意的衣服 我发在社友群里求助 大家集思广益 听完建议后 发现没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 无忧向我发出了邀请 我和无忧的家都是在大学本地 经常走读 总是一起约着上下课 所以关系更近一些 大学四年 我去找他 都是骑车在他家路口等他 没进过家门 之前便听说无忧家条件很好 衣柜里经常放着很多买来 从没穿过的漂亮裙子 这次他说让我去他的衣柜随便挑 喜欢的就可以拿走 我们约定的是第二天早上十点 我却不争气的四点就起床了 收拾完实在按捺不住 我带着无忧最喜欢吃的虾脚黄 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他家 无忧说他今天自己在家 我看到他的抖音显示在线 应该是已经起床了 我敲了敲门 片刻后听到了里面开门的脚步声 无忧 看我给你带了神 门打开 傅安裹着玉袍从里面出来 玉袍裹得不紧 还能隐约从领口看到 里面结实的肌肉轮廓 我愣住了 声音从嘴边戛然而止 虾脚黄险些掉在地上 傅安的样子 看起来也有些慌张 不知所措地接过我手里的虾脚黄 随后转过身帮我递过来一双女士拖鞋 我的手控制不住地颤抖 整个人冰冷得 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拖了冷水 我冷笑着接过拖鞋 穿上 跟着她坐在沙发上 你等一下 悠悠在洗澡 我先去换件衣服 拼完脑袋更是一阵轰隆隆直响 使劲地抓着沙发的抱枕 让自己冷静下来 傅安从卧室出来的时候 卫生间的门也恰巧打开 无忧还没出来 她的大嗓门先传了出来 傅 安 我刚洗了十分钟水就凉了 你就算今天约会 也不用反反复复洗一个小时吧 难不成时宜还能趴你身上看吗 磕磕 傅安尴尬地低声咳嗽 无忧的头从里面探出来看她 你咳嗽什么 是不是洗澡受风寒了 老天有眼啊 呆 你赶紧收拾收拾滚 十一马上就来了 别在家碍事 傅安疯狂地给她使眼色 无忧看到后回头 对上我的眼神后倒吸一口气 吓得差点晕过去 你 你怎么来这么早 我没想到家里会有人 所以我收拾完就来找你了 我也有些语无伦次 毕竟消化刚才这些信息还需要些时间 无忧急匆匆地从浴室跑出来 路过傅安的时候打了她一拳 她怕我误会 回屋拿了户口本放在我面前 原来 傅安是无忧的亲哥哥 傅安随妈妈性 无忧随爸爸性 无忧拉着我的手开心地说道 本来我还想给你俩介绍呢 没想到你俩背着我都在一起了 不过有你做我嫂子我可太开心了 不像我哥之前喜欢的那个 多少年都没有结果 我们全家都吓得以为 她得孤独终老了呢 傅安走过来瞪着无忧 无忧立刻双手合十在胸前 哎呀 怪我 我说错话了 那都是过去时了 时宜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爱听 我一脸八卦的样子 看着无忧 无忧瞬间兴奋了起来 你看吧 我就觉得你感兴趣 她趴在我耳边小声说道 一会儿等傅安走了 我把我知道的都讲给你听 好 我期待的点了点头 一会儿吃饭的地址发你微信上了 我先出去办点事 有事打电话 傅安穿上外套 出门前跟我打招呼 说完悠悦的眼神盯着无忧 威胁道 不许乱说 无忧推着她出门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快走吧 爱是死了 傅安担心地看着我 一步三回头 没等说什么 就被无忧关上门 傅安一走 无忧撒欢得像一只野兔子 静止冲向沙发倒下 太好了 自由时刻呀 你都不知道 傅安有多唠叨 我好奇地询问 她很唠叨吗 无忧坐起来 一个劲地点头 非常非常 特别特别 无敌无敌唠叨 跟你不这样吗 我摇了摇头 还没感觉 她那时装呢 等热恋期一过 她就会暴露本性 到时候她就会试试看着你 管着你 烦着你 例如时宜 不许吃冰 对身体不好 时宜 咱家又不是买不起布 穿那么少干什么 你知道 不知道这个世界 坏人有多少 时宜 昨天又凌晨两点睡的 是不是 下次能不能早点睡 熬夜会猝死 知不知道 无忧挠着头发 在沙发上抓狂 我被无忧饱受折磨的表情 逗得憋不住笑 她那是关心你 爱你的表现 我羡慕都来不及 被一个人时刻挂念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呀 无忧抬起头 脸上挂着惊恐的表情 时宜 你不会是被我割夺赦了吧 这你都能看成是优点 我就是觉得 这点很好啊 无忧点了点头 向我竖起大拇指 大爱啊 因为有你 世界上又少了一个黄金单身汉 快别闹了 我用胳膊怼了一下无忧 对了 你的衣服还没挑 无忧忽悠一下反应过来 拉着我去她的衣帽间 我一进去 立刻惊住了 是我家客厅大小的衣帽间 堆满了各种漂亮的衣服 鞋子和包包 无忧一件一件为我拿出来 帮我是穿 正当我试着衣服的时候 无忧突然表情认真起来 你作为我最好的闺蜜 我不能瞒着你 觉得你对我哥 还是要慎重慎重考虑一下 我转过头看她 嗯 因为我哥可能有怪癖 我那天去她房间找东西 发现她画了许多画 上面都是一个 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你怀疑她 对 我真的很希望 能和你成为一家人 但是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能瞒着你 这样以后我良心都不会安的 无忧一正词言地说道 做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架势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我实在不敢相信 富安是这样的人 无忧跑到客厅的花瓶下面 拿出了一把钥匙 我偷藏了她那屋的钥匙 我们去一探究竟 无忧拉着我 就往富安的卧室走去 这不好吧 我站在门口 有些难为情 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 没什么不好的 无忧三下午除二 打开富安房间 房间内十分整洁 还飘着洗衣液淡淡的清香 无忧进去 翻出了厚厚一打画 放在桌子上 我走向前 仔细看了起来 这画上 画的不是小时候的我吗 他是从什么时候 就和我认识了 我不停地在画中 寻找而时的回忆 一张一张翻动 直到翻到最后一张画 是我大一刚入学 拖着行李箱 站在寝室楼下的背影 无忧指着这张画跟我讲 刚上大学那会儿 我路过他屋子的时候 看过他正在画这幅画 所以我们全家都知道 他有喜欢的人 但是直到这么多年 他还是单身一人 看他这个样子 没准还是暗恋的 估计这个女生都还不知道 听到这里 我用手捂住嘴巴 不知是激动还是感动 心情已经复杂地说不清楚了 无忧以为我难过 连忙安慰着我 你别伤心啊 这都是过去式了 还有那个小女孩 等你俩下午见面的时候 你就问清楚 必须让她给你讲清楚 变态咱们可不能要 她不是变态 我抚摸着画上线条的纹理 试图与富安的情感连接 无忧无奈地摇摇头 你也别太相信她 她这个人阴晴不定的 我这个做妹妹的 都不是很了解她 我将画整理好 咱们帮她收起来吧 对对对 最好不让她知道 我偷来过她的房间 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无忧收起刚才 张牙舞爪的模样 突然变得很耸 把富安的画重新放回原处 我和她从房间里退了出来 下午她要问你怎么看到的 你就说她房间没有锁了 你不小心走错了 放心 我不会出卖你的 她看我点头答应了 才松一口气 放心地继续帮我挑选衣服 无忧为我挑了一条 性感的小短裙 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裙子 她哥平时又不让她穿 正好送给我穿 富安和我约定的是 晚上七点吃饭 一切收拾好的时候 天色已经开始暗了起来 好在距离她发过来的 饭店地址有一条小路 六点多的城市已经开始了热闹的夜生活 穿过繁华的街道 再穿过一个僻静的小巷子 就可以见到富安了 一想到富安 脑子就不停地分泌多巴胺 以至于我身后多了一个脚步声都没有听到 走到巷子深处 突然有一个一拉罐 从我的身旁滚了过来 我这才感觉到不对 我靠 这人果然不能干坏事 不会是报应来了吧 我停住脚步 猛地转过身 一个中年男人已经出现在我身后 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脸上挂着猥琐的笑容 小姑娘 穿这么漂亮的裙子 是为了去勾引谁呀 我穿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故作淡定地打着嘴炮 心里却早就吓慌了神 我把腿就要逃跑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 不管我怎么拼命反抗 都无济于事 小姑娘嘴还挺硬 她将我按在地上 扯我的裙子 粗糙的大手 在我的胳膊和大腿上来回抚摸 我撕心裂肺地叫喊着 眼泪如绝地一样 却在这个小巷子里 听不出一点回响 绝望过后 我冷静了下来 拼命思考自救的办法 对了 我的手机之前设置了紧急报警电话 我连按五下电源键 手机就会自动给无忧打电话 和发送我的位置求助 我不再拼命挣扎 开始尝试安抚他 趁他不注意 发送了求救信息 男人看我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挣扎 动作也开始放慢了下来 一只手压住我的腿 一只手开始解裤子上的腰带 我趁他放松警惕的功夫 使劲一抬头 踢到了他的关键部位 趁着他呲牙咧嘴的功夫 我快速起身 疯了一样朝马路上跑去 在马上要出巷子的时候 一只手伸过来 将我又拉了回来 我 我有病 我有艾滋病 宫颈癌 没毒 我崩溃了 闭着眼睛不停地挣扎 头顶上传来的 却不是那个男人的声音 好像是复安 是我 石仪 别害怕 是我 我睁开眼 他正脱下衣服 裹在我身上 我一把抱住了他 泪水止不住地从眼眶夺出来 他轻扶我的后背 语气中带着颤抖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应该来接你的 别担心 那个王八蛋已经被抓住了 一会儿我陪你一起去做笔录 好不好 他的声音很小 每一个字都说得小心翼翼 但我还是能听出他的愤怒 又安抚了我好一会儿 我坐着警察去了警局 他陪我一起做了笔录 法医过来检查了我身上的伤痕 和提取了指纹 有他陪着我 我的状态也比刚才好了许多 这时 一旁审讯室的门开了 那个男人从里面被压了出来 傅安是一个女同事 先将我带到旁边的办公室等他 我刚过去 就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本来陪着我的女同事 听声音跑了过去 我也赶紧回去找傅安 只见傅安被一群警察拉着 拳头紧握 手关节处红得发紫 还沾着灵芯血迹 再看那个男人 躺在地上 脸上轻一筷子一块 肿得变了形 好了傅安 教训一下就行了 你怎么还下死手啊 这要是让卢菊知道了 你这处分肯定跑不了了 同事好心劝说 可傅安好像一点没听进去 使劲地试图挣脱同事的束缚 工作我可以不要 但这狗东西 我今天必须废了它 傅安的力气很大 几个人合力都几乎拉不住它 就在它马上要冲过去的时候 一个严厉的声音呼地从一边传了过来 傅安把誓词背一遍 乱作一团的空间 瞬间变得安静下来 傅安却像没听见一样 揪起那个男人的衣领 眼中不满恨意 旁边的警察走过去小声劝他 傅安 卢菊跟你说话呢 我向声音看过去 站在角落里的卢菊脸上压抑着怒火 表情严肃地吓人 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但这一遍明显比上一遍语调要高 语气更加不容智慧 把誓词背一遍 傅安停下了动作 站在一旁的其他警察们 齐声开口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我宣誓 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使之现身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 傅安的声音也渐渐融入这整齐的宣誓中 同事们都长出一口气 只有我发现 傅安的眼眶好红 宣誓声结束 傅安的哭声 在这个房间显得尤为清晰 傅安抖动着肩膀 将头扭到没人的方向 声音里无奈和委屈交融在一起 我喜欢了那么多年的女孩 我都不舍得碰她 她却要玷污她 那条路那么黑 一个人没有 她当时得多害怕呀 我什么都做不了 做不了 傅安抓着头发 不停地自责 我的眼泪速地跟着掉落下来 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 将她抱住 我没事 她也没拿我怎么样 不是吗 不怪你 真的不怪你 那天晚上 傅安送我回家 向我表了白 我犹豫了 但还是答应了她 她说她本来是准备了隆重的表白 打算要给我惊喜 以及把我介绍给她的兄弟们 本来一切都准备好了 打算来接我 却没想到出了意外 突然临时去处理了一下工作 刚回来就接到了无忧的电话 赶紧冲了过来 她还是在不停地责怪着自己 抱了我好久都没守不得放手 她说那天在马路中间 我去找她 让她高兴了好久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缘分吧 后来的一年 我们像普通情侣一样 聊天 见面 约会 日子平淡但幸福 我以为那件事 对我可能真的没什么影响了 在我们在一起 五八二十天的时候 我答应了去她家过夜 我和富安回到家 她很贴心地 帮我将洗澡水放好 为我换上新的床单 我洗了澡 我们一起在沙发上看了电影 吃了夜宵 喝了啤酒 就在一切氛围都刚刚好的时候 富安慢慢向我靠过来 手伸到我的后颈处 一点一点将我推倒在沙发上 我很自然地回应着她的亲吻 可就当她的手伸进我的衣服里时 我感到一阵反胃 紧接着便是浑身冒冷汗 发抖 富安吓坏了 拿了被子将我包好 轻轻地抱在怀里 满眼是愧疚和自责 老婆 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心急的 你别害怕 有我在 我会一直陪着你 本来只是身体难受的 我听完她的话 鼻子一酸 忍不住地哭了出来 这一年来 只要是和富安 有亲密接触 我都是这种感觉 我尝试过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说我是创伤后 应激障碍 需要爱人的理解和支持 富安很理解我 但是我知道我这样拖着富安 总归不是个办法 我爱她 我不能接受让她的后半生 都耽误在我这个心理不健全的人身上 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 平静地将酝酿了好久的话 吐出嘴边 富安 我们分手吧 富安俯着我后背的手 突然停下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冲她微笑 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 分手吧 就当是为了我好 富安终究是没有拗过我 她同意了分手 我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的愿望便是 她能快点从悲伤走出去 忘掉我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庆幸的是 富安没有死缠烂打 也从没有再找过我 我想 她应该是调整好自己了吧 我换了一份新的工作 单位的人对我都很有善 我每天也很开心 只在晚上的时候 偶尔会想起富安 拿着啤酒 看着我俩的照片傻笑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讲了我们小时候的故事 我才回忆起来 我的童年 还有这样一个小男孩 那是在离家不远的公园里面 我和我的小朋友 在角落里玩着 突然一旁出现了 好几个男孩 他们将瘦弱的富安 堵在角落里 凶狠地管他要钱 他不给 那群男孩就打他 看到这一幕 我想都没想 就带着我的小伙伴冲了过去 我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来了 这句话很管用 他们都被吓跑了 说来也好笑 富安说 他当时看到我的时候 我浑身都是冒光的 我就像天使一样 将他扶了起来 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忘不掉我了 他没有和我做朋友 而是经常躲在公园的一旁 看着我和我的小伙伴玩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深 富安说 我那个时候 最喜欢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 我喜欢扮演警察的角色 他就在想长大以后 一定要当一个警察 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我记得我还打趣他 不错 愿望实现了 交警也是警察 他气得敲了敲我的头 我只是被戒掉到 交警大队工作一段时间 可以说我现在更厉害了 不仅可以抓小偷 还可以贴罚单 富安得意洋洋的表情 在我脑海里记忆有心 我不由得笑了 我们相逢真的是缘分 只是缘分不够深罢了 我又喝醉了 迷迷糊糊地昏睡了过去 自从和富安分开 我的深夜 大多都是靠酒精还过去的 梦里 我再一次和富安相见 他好像不认识我了 但默地从我身边擦肩而过 我抽气着醒来 泪水打湿了枕头 周末无聊的时候 我都会去孤儿院照顾孤儿 和他们待在一起 我总是有用不完的体力 我总是会特别关照 一个叫小可的小女孩 她长得很漂亮 也很懂事 但是她和我一样 也有着不堪的经历 她被自己的继父 猥亵了长达一年 后来她家亲戚发现 她身上有伤就报了警 小可的妈妈被爱情冲昏了头 选择相信那个禽兽 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孤儿院 我十分心疼她 请了自己的心理医生 为她做心理疏导 但是我的医生和她聊过以后 却发现她几乎没受什么影响 和正常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甚至一些问题 看得比同龄人更通透 小可和我待在一起的时候 能灵敏地察觉出 我的情绪变化 十一姐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小可探着小脑瓜问我 小可 我们怎么能忘掉 不开心的事情呢 这个我有办法 小可自信满满地说道 想要忘记不开心的事情 就要勇敢地面对她 勇敢地面对 对 要把不开心的事情 清楚地回忆出来 然后记在本子上 大脑就会知道 你用其他方式已经记录下来了 就可以将她忘记了 我惊奇地看着小可 真的管用吗 她使劲地点了点头 我不得不佩服 这个八岁的小姑娘 真的比我勇敢得多 回家后 我按小可的方式照做 仔细回忆那天晚上 在巷子里的细节 发现记忆在我的脑子里面 已经被打成七零八散的碎片 每个碎片想起来 都会让我呼吸困难 我坚持着把它们拼好 全都记在了本子上 写完后 我再重新读一遍 发现好像已经没有 我想象中的那样恐惧了 只不过 我碰到了一个坏人 他想对我做坏事 但是没有成功 错的人是他 不是我 我不该用他犯的错误 惩罚我自己 惩罚关心我 爱我的人 这一刻 我好像真的释怀了 我好想将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傅安 打开手机后 我还是犹豫了 不知道现在联系他 对他来说 算不算打扰 后来我不再靠酒精麻痹自己 所以神经衰弱的我 经常失眠半宿 白天总是昏昏沉沉 意识模糊 最近 我总觉得有人跟踪我 但是回头又什么人 都看不到 我怀疑 大概是我没休息好 出现了幻觉 这天公司加班 下班的时候 天已经稍微暗了下来 对我一直 比较关心的同事 小林说要送我回家 我想了想拒绝了 我还没有做好 接受除了富安以外 其他人的准备 现在回家 我都会走人很多的大路 想来坏人 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下动手吧 快到家的时候 我依稀听到身后和我频率一样的脚步声 我加快速度 他便在我身后加快速度 我放慢脚步 他也会放慢脚步 我猛地回头 他一个箭步 窜进了旁边的超市中 我跟着他走进超市 看到了那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 我走到他身后 他听到我的脚步声转过身 我伸手摘下他的帽子 富安俊朗的面容印在我的毛子里 富安有些慌张 急忙向我解释 时宜 我没有其他的想法 我只想 每天看你安全到家就行 你过得好吗 我摸了摸富安脸上细碎的胡茶 感觉他憔悴了许多 他摇了摇头 眼圈泛红 一眨眼 睫毛也跟着湿润了起来 我将他拉出了超市 来到我家楼道里 主动吻上了他的唇 他紧紧地抱着我 在我耳边呢喃 你什么样子我都能接受 别丢下我好不好 我点了点头 继续向他柔软的嘴唇叹去 他却向旁边躲了一下 磕磕 亲我可算袭警 我笑着将手伸进了他的衣服 一脸坏笑地摸着他凹凸有形的腹肌 那就把我抓起来吧 然后锁进你心里